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上的时候 不好意思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一个五岁孩子的妈妈 其实很美容小的 十年前我开了一家公司 那时候也是来下班打拼 家人 你觉得我 有那么好开吗 我说我们家就是做这个的 跟下班一定要用工资 然后我就这样做了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会碰到很多可能 思考不易吗 没有地方去 受苦 后面有名音员 朋友带我 下班了 你进去的时候 你进去的时候 我说 你今天怎么有这么好的地方 进去的人的感觉就是很安静 心很紧 好像没有玩到的感觉 反正我就觉得好 带我去的人 他没有去 但我去了 然后后面椅子 再坚持 后面慢慢的 工作上也很忙 从开工程到游车游滑 然后现在就真的很忙 我有很 在想 以后能够有多点心情 例如 来走一个我们的游戏 助人自己要亲切 后面就是成家 生子 在家庭当中也遇到很多问题 我这个脾气毛病很多 一直很想改变自己 但是现在能量又很低 姜阿姨去我的厦门的时候 因为我能量满满 但她走了 又没有能量了 然后我就要一脚两天 所以我来到这个舞台 就想说 乌光榜照 让我有更多勇气 去改变自己 同时也带着家人 一起来学习 我觉得姜阿姨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他刚好事就说了 有心境 天下的 没有求到 很多人 因为在这有很多年轻人 也有工作 也有那个 事业的人 也有在后面的 理想 我觉得 求到 应该不会不容易 不容易 都把我们 到 做好了 我相信 我们都说 也不会不 然后 后面我想说 我以前是 有孩子 要给他做 榜样 赚富的 工作的同时 一定要有点时间 来博士堂 音乐 学习 我 后面 可以的 就是后半生 哦 就是 博士堂 求到 所有人要去修 去办 给自己 力量 但是 可以 也走也好 也 也 也祝大家 爬起来 多多多 哦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